这个东西就是插入一个什么文字输入了 也就是说将来你要让使用者填一些资料的话 其实不只是文字输入啊 你其实还可以用别的 还有多行的密码 比如说你要让他输入登录的账号 密码的话是不能显示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 另外还有这些文字区域是多行的 你可以让他多输入一些东西 还有选项选项就是什么 就是圈圈吗 圈圈 然后还有核选方块 前面这个是 单选题 复选题的时候 注入是还有按钮 OK 那这些东西的话呢可以帮助我们家让使用者去填一些资料的时候会派上用啊我们是用的用这个文字区域 那里面的话会有哪些东西呢包含就是说我这边有一个指标 他的input type是什么一个test名称的话特别需要这个名称号名称我叫做test Test input 最重要的是ID 也就是说将来城市的时候他去抓ID 抓到ID之后的话 在抓里面的 值来 写入到资料库里面去 所以如果 使用者有填了一个比较地标一 将来他会去抓这个的ID 去把里面的资料再抓回来 写入到资料库里面去啊 所以特别注意界面的部分的话设计啊请如果你有 有点生疏的话可以回头再看一下那里底下有三个按钮 那这三个按钮应该还记得吧 就是说 他的ID是 我们其实很简单嘛你先打新增 然后 把他 游标放中间或选取他之后的话 做什么呢 其实就是做 啊 这个地方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游标放上或者选取他的 主要可以从什么其实你会发现了这个这个最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可以借有什么 就有标签有没有像那个按钮怎么做出来的其实啊 输入文字 再来做什么 点击这边标签 有没有 啊如果说你今天呢希望他变成按钮 就是什么 Data 落变button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今天希望变成 蓝色的 那就是说Data Sync Sync把它改成 B 就是 A到F 总共五种 A到E 黑 蓝 银 辉 黄 那 再来就是前面要加icon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Data icon 再来就是说要不要 Data inline是说 你的这个按钮的长度 是不是要扩大成为手机 一样的宽度 如果是false的话 那就不会是一样的宽度 那如果是true的话 变成只有新增两个字 就只有宽度就是两个字 OK 所以这样做出来的话 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 像这样的状态 如果Data inline 如果你今天是true的话 但是